早晨, 請問港鐵站怎麼去? 不好意思, 等等 黑業隊有多名市民被刀傷和槍傷, 現通拾兩名, 持刀槍男子 有件事, 趕快收拾好些, 出發 港鐵站在那邊, 我去上車 我作為反空特勤隊的教官, 就要訓練出一班專業的隊員 而其中一項重要的訓練就是, 槍械使用 在我們執行反空行動的時候, 可能會遇到近距離的攻擊, 所以我們要擅長制服的技巧 在現場的同事留意, 兩名警察挾持了一個女人 有槍有褲頭, 大家小心 電台, CTRU 到場 我們和傷者做medic 有機器 雙倍率 雙倍率 准备 準備 其實每次演習 我們都很認真去處理 因為要測試和提升隊員的應變能力 我們的隊員除了要接受嚴格的體能訓練 戰術訓練和槍械訓練之外 我們亦會訓練他的心理質素和專業的判斷 因為我們每一個決定 都是為了保護市民的生命安全 我們反恐特勤隊隨時準備好 保護市民 守護香港